下面讲耗嘴练习 首先我讲一下耗嘴的位置 一般来说耗嘴应该放在嘴的正中央 别放歪了 上唇占耗嘴的三分之一位置 上唇占耗嘴的三分之一位置 下唇占耗嘴的三分之二位置 由于每个人的次能条件不同 有的牙齿的整齐情况 嘴唇有厚有薄 这个也有上下割半 这些是可以 但是最好上唇所占的位置 不要超过三分之二 如果上面占得太多的话 将来吹走高音 有一定的困难 耗嘴练习是每日练习前的热身练习 由于没有执法的负担 只靠气和嘴唇的震动 使耗嘴发出轻松柔和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用心的体会 你可以体会正确的呼吸方法和嘴唇的震动 如何使耗嘴发出轻松明亮的声音 用耗嘴可以 吹音节 吹泛音 吹歌曲都可以 最好从中音开始 从中音往上 或者是从中音再往下 我吹一下 下面讲唱音练习 唱音练习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于初学者 吹唱音应该是每日练习的主要内容 这一点呢 有点像这个经济演员 每天要吊嗓子 运动员每天要做唱跑一样 通过吹唱音 可以用心体会 正确的呼吸方法 对吹出的声音 所产生的影响 使吹出的声音 轻松 柔和 饱满 经常吹唱音 可以提高 吹奏的耐力 经常吹唱音 可以增强 吹奏的耐力 也就是嘴劲 长音量习的内容 可以从低音开始 按照自然大调音节的这个魔镜的方式 一个音一个音的往上吹 可以吹一个八度 也可以吹一个半八度 而后呢 再足够的 再下来 至于吹多高 这要因人而异 总言者 吹出的声音 要轻松 柔和 现在 我来示范几个长音 吹出的声音 是否 能不能成为 我来示范几个长音 让你再带她 对吧 你恻想 你再说 我俩 你再说 我们再说 我们再说 我爱 你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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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再说 你再说 你再说 我爱 你再说 我爱 你再说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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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收紧一些 风口变得集中一些 所以在吹之前 一定要用正确的呼吸方法 怕吸吸满 让吹吹的声音 尽量吹得平稳一些 吹得长一些 有关长一练习 就介绍到这里